古山区这家小笼包在地经营30年 皮薄陷多让人想一颗接着一颗品尝 但这家店最独特的吃法就是 一碗粥搭配一份小笼包 他们都会叫一碗小粥然后六颗小笼包 这样就有饱足感 两种都有吃到 有的比较会吃的就是搭配一碗大的 九颗这样子也都很多人点 因为这里的人都喜欢吃粥 早上很少人卖粥 所以我们有卖粥跟小笼包下去搭配 吃小笼包配粥许多人可能头一次听到 店家的招牌小笼包每份以三颗为单位 让大家想吃多少就点多少 所有的产品都是老板娘亲手制作 粥品则是每日限量贩售 经常在九点前就抢购一空 这碗纯素的健康粥 来台旅游的韩国人也相当喜爱 我一般我的一天吃粥 我一天吃小笼包配红茶豆浆 它小笼包真的很好吃 有其他的粥也很好吃 比较烧肉粥也很好吃 它的酱汁很特意自己制造 就是很好吃 就是觉得味道很好 那个甜甜都好 姜醋就是有姜蒜葱跟辣椒 醋跟酱油 我们是用那个茶下去调配的 它搭配那个小笼包不会油腻 还蛮清爽的吃起来就是很清爽的 特殊的组合民众可以自由搭配 相当受到欢迎 邻居甚至天天来报道 附近的学生与上班族 也经常用这顿丰盛的早餐 开启活力的一天 记者周福庆 陈英军 高雄报道